那麼過去這幾天 其實宣童都不斷提醒大家 這個杜蘇瑞颱風 它的暴風圈是非常的大 那麼就知道了 接下來的這12個小時 就是包括了在這個北部地區 還有像是在南部山區的觀眾朋友一定要當心 所以要請教宣童了 現在北部地區的狀況 對風勢的感覺是越來越有感 據說在今天的晚間 台北盆地這邊會感受到明顯的強震風 那麼到時候大家下班了 你有哪些提醒 最新的預測 再請找你 好 我們持續對大家來關心這今年第五號颱風 杜蘇瑞 我們說它現在是中台 而未來也不排除就是在中台的上限 不會再往上增強為強台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受到了這菲律賓地形的影響 所以整體的結構是有被破壞 甚至透過雲土你都可以看到 它的颱風也是越來越不清晰 但是它依舊是個中台的強度 會持續往台灣的地方來靠近 而預計在這個南台灣 都會是在它的暴風圈範圍裡頭 甚至在北台灣剛剛也提到 在這強大的東風情況之下 整個臺北盆地震風會變得很明顯 所以提醒民眾要多加留意 那麼先來看到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在台灣 鵝鑾比南方 大概三百公里左右 那麼其實跟前幾報其實是差不多的 因為它其實滯留在這個地方 已經有一段時間都沒有來移動 最主要可能是受到 就是跟地形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 所以目前還在這邊滯留當中 是緩慢的 在未來幾個小時之內 可能會以每小時十五公里 向西北轉北北西的方向 來往台灣的地方靠近 而接著是進到福建等地 那麼還看到的是 它現在風速每秒是來到了四十五公尺 也就是說它現在還是中台等級 而且預估在碰到了地形之後 基本上不太會再往強臺的方向去 而且它的暴風半徑 也比之前來得再更小一些 兩百八十公里 但是依舊是非常的龐大 等於說整個半個台灣 都還是會在它的籠罩範圍裡頭 我們就透過這一張圖 來帶大家看到目前的風力預測了 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在新竹以北 包含像是東南部沿海 恆春半島 甚至在離島的金門 都有可能會測得九到十級的陣風 而在藍雨綠島等地的離島地區 也有可能會測得十到十一級的陣風 另外要提醒您的 就是較強陣風的地方 包含像是離島馬祖 還有像是在大台北地區 因為盆地的影響 地形關係 所以整體的風量 也有可能來到八到九級 另外在這個海浪浪高的部分 也要特別留意了 因為今天在藍雨 其實已經測得 大概有六米以上的浪高 不排除在未來三天 可能會出現七米浪 提醒民眾都要特別留意 尤其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甚至還有可能會出現長浪 所以即便你現在看到 它風平浪靜 但是未來不排除 它可能會接近你的時候 突然浪高非常的高 都是要特別留意的 而在未來的三天之內 其實包含整個南台灣 以及離島地區 甚至也都還是有機會 會來到七米的浪高 那麼在風力的預測部分 其實在這三天 都會是非常的強 尤其是在禮拜四 它是最靠近台灣的時候 所以它的屏東的地方 強震風可能會來到八到九級 而在藍雨 綠島 離島地區 有可能會來到十到十一級 而在大臺北地區 也有可能會出現七到八級 甚或是九級的強震風 提醒民眾都要留意 高樓的墜落物 主播 那麼再來邀請教宣童 就是關於雨量的提醒了 已經下過雨的地方 包括了在花蓮跟屏東 那麼剛剛知道花蓮的秀林 但是在今天目前的累積雨量 超過了220毫米 屏東的西大武山 今天累積雨量超過了260毫米 那麼剛剛宣童說了 其實水氣也是很驚人的 接下來的這12個小時 還有哪些地方 要留意到雨的影響 宣童 好 沒有錯 剛剛也提到 其實在花東地區很多地方 現在都已經累積雨量 是突破了200毫米 甚至不排除在這三天 有可能會達到1000毫米這麼多 所以像是在花蓮等地 部分的鄉鎮是已經有 在下半天是有停班停課的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 目前在降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雷達回波圖 現在是不斷的 這個龐大的雨帶 是從東部的海面 往陸地的方向來帶 所以不只整個東半部地區有雨 甚至像是在北台灣 也會有間歇性的鎮雨民眾 都要多加的注意 這對大家來看到的就是 其實氣象局在稍早的時候 也有發布豪雨特報 特別針對像是在花蓮 還有在台東 發布了大豪雨等級 也就是累積雨量 有可能來到350毫米 另外在宜蘭的山區 還有屏東的山區 也發布豪雨等級 而整個東半部地區 則是大雨特報 所以提醒民眾都要注意 這個風雨是會非常的強的 出門你可能帶傘都還不夠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都不要出門是比較好 那麼再帶大家來看到 是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 先來看到在今天晚上 其實降雨主要還是集中 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但是我們會注意到 其實除了沿海地區之外 還包含像是中部山脈這邊 以及近山區的平地 已經有部分的雨勢出現 那麼在未來幾天 同樣這樣子的情形會加劇 所以在東南部地區 還是一樣降雨會持續的 但是當這個颱風來到了 台灣的西南側一帶之後 吹著西南風 迎風面地區 雨勢會開始加劇 也就是嘉義引南 那麼來到了禮拜五之後 這個颱風是進到了 中國大陸的陸地之後 整個外圍環流 依舊會持續影響著台灣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 龐大的低壓帶 所以從北到南 依舊是會水氣比較多的情形 而未來依舊也都是這樣子的天氣 不穩定的情形 主播 因應颱風的影響 那麼這一回颱風來攪局了國防部 所以取消了今天 在花蓮縣以及台東縣舉行的 萬安46號演習 更多訊息交給宣童 好 沒有錯 這個杜蘇瑞颱風 它來勢洶洶 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最初它是預測路徑 是認為會從移花登陸的 我們通過這一張路徑圖來看 但是後來改從南台灣小果 接著現在看到的 就是最新的路徑圖 就是會從菲律賓 之後進入到巴士海峡 往中國大陸的福建一帶去 這個計畫其實也打亂了 很多人原本安排好的行程 包含像是我們看到在國防部 原本計畫在7月26號的時候 會在花蓮還有台東 來舉辦萬安46號演習 以及防空警報的傳遞發放 現在也因為這個颱風 已經發布了路上颱風警報 所以因此而停 所以他們包含就想到了 像在杜蘇瑞路景的警戒區 現在已經包含像是在台東地區 所以在這兩個地方的萬安演習 也因此而全部取消 那麼在國軍現在也已經完成了整備 會隨時投入災害的防救 那麼我們透過其實很多的新聞畫面 也都有看到說 現在在沿海地區風浪都開始明顯的增強 尤其像是低洼地區 他們更是需要很多的沙包來進行阻擋 否則可能就會有淹水的情況 所以大家還是要提前趁這個颱風來襲之前 來做好防台準備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